大家好 歡迎收看東網視頻 我是滋味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火一觸即發 美國明言一旦俄羅斯開打 將和盟友一起對俄羅斯實施制裁 不過 三母大叔在東亞的盟友日本 態度就相當模糊 至今拒絕承諾和華夫布吊一致 有分析認為 日本和俄羅斯就南千島群島 亦即日本稱為北方四島的爭議 至今仍未解決 亦因此 日俄兩國至今仍未簽署和平條約 南千島群島之所以對日俄兩國重要 是因為對俄羅斯來說 該地區位於奧霍池黑海 戰略核子潛艇基地的重要屏障 一旦失去對這個地區的控制 美國作為日本盟友 可能將軍事基地部署到當地 直接威脅俄羅斯遠東地區安全 而對於日本來說 為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 近年來 調整冷戰時期 在北部屯重兵底與蘇聯的部署 將防衛重心南兒 自治沖繩等島嶼上 由於南千島群島仍然在俄羅斯手上 俄軍艦隊可以輕易進出太平洋 假如日本喪失宮古海峽控制權 中國艦隊就可以東出太平洋 威脅日本太平洋沿岸地區 對日本形成淡不夾擊之勢 除了軍事方面因素 日本人亦有經濟考慮 日本依靠進口天然氣發電 其中近一成來自俄羅斯 因此與德國一樣 在制裁俄國人問題上態度猶疑 據報導 日本的三井物產 以及三菱商市 在俄羅斯薩克林島的一個遊戲項目中 持有超過兩成股權 俄方已經強硬警告 哪個國家實施制裁 就會被示威斷絕關係 到時後 日本在當地的投資 分分鐘凍過水 說起主權爭議 雖然對於當事國來說 普京沒有一吋領土是多餘的金據 永遠適用 但說到底 仍然離不開大國政治鬥爭 今個月初 剛剛上任美國駐日本大使的伊曼紐爾 就明確表示 美國將全力支持日本 對北方四島的主權訴求和領土主張 較早前中國和阿根廷發表聯合聲明 中方重申 支持亞方在和英國有主權爭議的 馬爾維納斯群島 也就是英國人說的福克蘭群島 完全行駛主權的要求 有人批評中國借阿根廷打擊英國 又說兩國主權爭議 第三國一般不會選邊站 現在三母大叔大大聲撐他 日本就是告訴世人 JX打Y 正正就是大國政治鬥爭的標準玩法 當然 日本有什麼自身考慮都好 畢竟一個黑連於美國核保護傘 國土淪為外國駐軍 治外法權的芙蓉國 有多少自住空間 不用多說 2014年俄羅斯對克里米亞採取軍事行動 日本不一樣要跟大隊制裁俄羅斯 不過就算歐洲和日本 最終都是屈服在三母大叔任威下 對俄國制裁大盤 但無可否認的事實是 今時今日美國對盟友的號召力 以致公信力早就大不如前 遠的不說 去年美軍狼狽敗走阿富汗 涉先和北約以及歐洲盟友 招呼都不打一個 英美澳三國組織反華安全同盟 又是撇開歐洲人搞團團火火 法國還被美國人過一動 沒了幾百億美元潛艇合約 最新鮮滾熱勒例子莫過於北京東澳 拜登政府出眾九牛義父之力 搞所謂外交抵制 原本已經是姿勢大過實際 被法國總統馬克龍諷刺 真的要抵制 不如乾翠連運動員也不要派 結果都是應者寧寧 回上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 美國成功號召幾十個國家杯葛 以致該界被稱為半個奧運會 足以證明三母大叔甘不如息 經常說新冷戰重啟 實情是全球化的今時今日 國國利益早就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超越所謂意識形態陣營 美國無力解決自身問題 增強競爭力 反而一味攬炒 對手甚至是盟友 跟著這樣的大佬 真是 嘿嘿嘿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覺得like搞錯還是吃花生呢? 投票告訴我們 多謝收看 我也是時間趕著去買菜 不知道有沒有菜賣呢?